年轻小伙偶遇隔壁曼妙娇妻 没想到他连自家房门都不认识 还故意上前来问路 可把小伙激动好一会儿 但是到了晚上挑灯夜战时 隔壁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 心宽的小伙没有多管闲事 只是到了第二天 和女友吃午餐的时候 电视屏幕上正播报着那个娇妻的命案 原来他并不是隔壁邻居的老婆 而是叫来服务的女技师 她的尸体被人发现在桥洞底下 更为巧合的是 前一天同样也有句无头男尸 结合昨晚的尖叫声 两起案件让小伙查理 不得不将嫌疑放在了隔壁邻居身上 于是到了晚上 查理偷偷拿着望远镜 在窗边盯着邻居的一举一动 迷迷糊糊之间 看到隔壁俊朗优雅的男邻居 正与一女子联系 本以为这下终于有攒尽的节目了 可没想到 男邻居露出了尖利的疗牙 对准他的脖子就要咬下 恰好瞥见了正在偷窥的查理 便拉上了窗帘 感觉到不对劲的查理 跑到屋外的草丛中躲了起来 注视着隔壁邻居他们的一举一动 只见男邻居的助手 将一大袋人形的垃圾袋 装上了后备箱 神出鬼没的男邻居 更是扔给了助手一个女士钱包 查理现在可以确信 隔壁的男邻居就是杀人凶手 非常不幸的是 查理的母亲出门呼唤她的名字 听到叫声的两人 也注意到了草丛中隐蔽的查理 惊慌失措的男孩 立马拉上母亲逃回了屋内 根据她多年来观看恐怖片的经验 查理一口咬定男邻居 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 而且就在刚刚吸食了一个无辜的女人 母亲和女友听到这样荒唐的说辞 自然是不肯相信 笃定她就是恐怖片看得走火入魔了 为了尽早致富凶手 在还没有任何证据下 查理就叫来了警察 大白天上门调查询问 巧合的是 只有助手在家 那个神秘的男邻居则说去出差了 但问了半天 助手的回答都天衣无缝 着急的查理当场脱口而出 指认男邻居就是吸血鬼 男孩的话引得两人哄堂大笑 警察警告查理下次要是再敢恶作剧的话 就把他关进牢里 查理别无选择 只能向朋友求助 朋友看在零花钱的份上 交给查理一些对付吸血鬼的方法 圣水打算手上拿 搏上挂着十字架 切记去摸第一条 误把鬼怪当人妖 回到房间的查理 一切准备就绪 心想这局稳了 可没想到刚一下楼 发现已经被吸血鬼偷家了 毫不知情的母亲 为了联系邻里之间的感情 母亲主动邀请男邻居杰瑞来家做客 查理见状惊恐不已 还没等他多客套几句话 查理就逃回房间之中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吸血鬼杰瑞从母亲的房间潜入 我们能很明显看见 镜中没有他的反射 然后趁着查理上厕所期间 悄悄躲在了他的衣柜之中 待他发现后 以为是一晚 吸血鬼强大的力量 压得他不得动弹 即使是驱魔力气势自驾 在信仰薄弱的查理手中 也与废铁无异 就在这危机关头 男孩随手拿起一旁的铅笔 就插进了他的手中 没想到效果拔取 让他立马显出来真身 恰好此刻 门外听见响动的母亲过来查看 还不想打草惊蛇的杰瑞 今晚只好作罢 怕无知的母亲也被牵扯进来 就没有告诉他刚才的真相 但今晚是躲过去了 吸血鬼到了明晚 必将卷土重来 汗如雨下的查理 正好看到电视里 正在播放一档深夜恐怖栏目 主持人文森自称是 吸血鬼终结者 平生曾经大战过吸血鬼和狼人 经验可谓十分丰富 死马荡活马一的查理 第二天一早就赶往电视台找主持人 谁曾想吸日的金牌主持人 静音如今的年轻人 都不相信有吸血鬼了 以至于收视率太低 而被解雇了 刚经历惊魂一夜的查理 说着我相信你的话 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他就住在我隔壁 现在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只可惜主持人 以为遇上了个妄想狂 头也不回的就开车走了 他的女朋友和小伙伴都知道查理还在调查吸血鬼 想说服他回归正常 但在查理的反复保证和要求下 最终决定陪查理疯狂一次 由于文森没有了工作 现在生活一定很拮据 所以想请他出马 几个人一定要表现出诚意 靠着超能力 文森很快就答应了对方 其实朋友们从来不相信查理的话 所以这次请文森帮忙 主要是想给查理演一出戏 就像对付精神病人那套 让查理不要整天疑神疑鬼胡思乱想 于是文森主动联系了杰瑞 杰瑞和助手不想在节外生枝 在得知他们可以通过表演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后 自然愿意与几人合作 根据最初的计划 几个人来到邻居的家中 只要杰瑞喝了圣水后 没有表现出原来的形状 这就表明他不是吸血鬼 当然在杰瑞的要求下 圣水当然只是伪造的 不过看到周围的朋友都如此确信 查理自然也无法继续作证自己 离开时 文森意外发现镜子里没有杰瑞的反射 吓得他赶紧逃到这里 原来杰瑞真是吸血鬼 另一边杰瑞通过地上的玻璃碎片 也得知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这让他不得不再找这伙人麻烦 首先下手的是小伙伴刺头 谁让他深夜孤身走暗下 欣赏他不悔的模样 在一生惨叫中 变成了吸血鬼的奴仆 接下来就轮到这对小情侣了 好在他们逃到了一间热闹的夜店 才暂时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 化为吸血鬼仆人的刺头 收到命令来取文森性命 虽然文森吸血鬼终结者的名号是冒牌的 但十字架可是货真价实的 对付这种尚未成型的小妖 还能轻松拿捏 在夜店里打电话求助的查理 丝毫没有注意到 女友已经被杰瑞那一样的魅力给吸引 不受控制地与他激情厌恶 等他发现时 自己已经快变成牛头人了 没有一点办法 女友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下 被吸血鬼给掳走了 查理见词只能再向文森求助 文森坦言自己根本不是天师 节目中那些去魔捉鬼的情节都是演的 文森最终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在吸血鬼的古宅里 换上晚礼服的女友缓缓苏醒 瞥见墙上一副女性肖像画 那人的样貌与自己完全一致 在杰瑞的描述下 那人曾是自己的旧爱 可时过境迁 那旧爱早已远离人间 这才绑架了与其相似的查理女友 好一出凄美浪漫的替身文学 被灌了迷魂汤的女友 不仅是磕到了 更是现场追星成功 变为了吸血鬼新娘 查理和文森得抓紧时间了 再慢一点 这小吸血鬼就怕要怀上了 准备好去魔六剑套的二人组 战战兢兢地走进了阴森的古宅之中 刚玩事的杰瑞出来迎接二位 面对信仰薄弱的文森 一把捏碎了他的十字架 好在查理信念坚定 驱散了恶魔 但助手从暗处杀出一把 将查理击晕在地 吓得文森落荒而逃 来到查理家中想提醒查理母亲 怎料刺头先行赶到 埋伏对方许久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取下一血 化为哈士奇 是要取敌将手机 危机关头 文森手握木桩刚好刺进了他的心脏 让他从狼人慢慢变为人类的原貌 其实此处的设定有点莫名其妙 被吸血鬼咬了怎么会变为狼人呢 感觉是硬拿来凑数的 通过刚才的战斗 文森意识到心脏是吸血鬼的弱点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 文森立刻有了勇气 敲咪咪过来想要救这对小情侣 可此刻女友已经变为吸血鬼 情况十分危急 唯一能救下她的方法 就是在黎明之前杀掉吸血鬼 那样她才能变回原形 事不宜迟 重新振作起来的二人组 开始主动狩猎 奈何还有吸血鬼的人类助手过来阻挡 再三警告无谷 文森果断开枪爆头 但没想到那人倒地不久后再次起身 又连续多补了几枪 结果还是一样 查理只能抄起木桩扎进他的心脏 对方立马化为一滩奥利给 只剩下一堆零散的窟窿 小怪都搞定了 是时候去解决关底Boss 看着情况 大Boss不懂 选择正面与二人硬刚 虽然拼纸面力量 二人实在不值一提 好在时间拖得足够久 已经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刻 恐慌的杰瑞也知道不能再耗下去了 化为吸血蝙蝠 想和他们拼了 但窗外的光线照射进来 让他逃到了漆黑的地下室之中 现在只要撬开他的棺材 定进他的心脏 就能结束这场噩梦 只不过失去人性的女友 现在只想保护他的主人 不停地袭击查理 导致插进心脏的位置有所偏差 无可奈何的两人 只能再度借助太阳的力量 打破地下室的窗户 让他无处可逃 在掀开最后一块木布后 活了上千年的吸血鬼 终于化为灰烬 女友也终于回复了正常 他们又过上了没修没造的日子 也正如所有恐怖片一样 邪恶不会永远被消灭 他依然还在黑暗的角落中 默默地注视着你们